没事没事 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 只是碰过去 这个爷爷怎么试了还不去 他当时说他的那个肝 就是他跟我比喻的说 就跟豆腐一样塞碎了 就是这样 然后他全身这个骨头已经砸到外面来了 视频中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女人名叫车爽 被单架固定后送上了救护车 周围全都是围观的群众 现场十分的混乱 还有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 似乎与坠楼者认识 倒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喊着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车爽为什么会从四楼酒店的坠落呢 那天黄碧龙也就是车爽的丈夫 接到一个来自深圳的陌生电话 就是因为这个电话让黄碧龙心头一震 电话那头说 他的妻子车爽在深圳出事了 人已经昏迷不醒了 黄碧龙也来不及怀疑事情真假 立马从长沙赶到了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医院 黄碧龙了解到 妻子车爽竟然是从四楼坠落的 车爽今年33岁 两个孩子的母亲 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直在长沙家中 做起了全职太太 六年没有正式工作 在11月份的时候打算上班 从长沙到深圳去学习 就算去深圳之后的第二天 她就离奇地从酒店四楼坠落 丈夫就是想不明白 妻子明明是去深圳学习的 并且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异常 怎么会从四楼坠落呢 南方科技大学大学医院重症监护室的 主治医生说 车爽从四楼坠落 等同于从15米的高空坠落 不仅脏气受损 嗜血严重 全身更是多处的骨折 来到医院之后 全身更是大换血 从四楼坠落 等同于一块豆腐掉到了地上 这样的情况十分的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黄碧龙说 自己刚来到医院没多久 就连续签了多张病危通知书 作为一个男人 他无法控制自己 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早上六点钟买了酱 然后七点就上了车 到这边是十一点半 来了以后 那医生就叫我去签字 我就看到好多 好多那个病危通知书 那个各种的胆子签字 反正就就是当时没有签字 全面签字嘛 然后他告诉我呢 就说胆子很破裂的 然后现在谁也见不了他 我们也见不了他 那个时候我只是说 我希望你救他一面 他害怕自己永远 见不到妻子的最后一面 车床的主治医生说 车床的死亡率很高 已经多次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主要是身上的出血点 很难止住 丈夫黄碧龙为了弄清楚 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 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 白衬衣的男子 根据调查 跟随救护车一块来的男子 应该是事发地 酒店的一位工作人员 黄碧龙问了民警 妻子事发酒店的位置 酒店的位置 处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 来到酒店之后 记者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 他们表示 不是很了解事发情况 只是知道周围有很多人围观 因为我看了一个监控 我就看了一个监控 就是有一个酒店方的一个人 跟着一起去了 是您的吗 不是 不是 那个是咱们这工作人员 大概我知道 也不清楚 问题是我们就压根就没有看到 没看到 对 就算他在上边 他们也看不到 又不可能出去看 就发生事情了 才晓得 对 围观好多人 记者又采访了附近火锅店的老板 他说当时是晚上10点钟 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像 出门之后就看到 蓄露模糊的一个女子 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车爽从四楼坠落 刚好砸中了一台轿车 刚才人家就砸车 车 怪人 谁的车 车是一个 外面拖 我觉得这个 它是一个机关单位 很多人顾客在这吃饭 整个西地人都来了 我那人太多了 可能你不太知道 西地人都来了 是不是一个第一地方 人都来了 随后老板拿出当时路人拍摄的视频 视频中 车爽被立即抬上了单架 其中有一个女子在地上哭的 撕心裂肺 看样子 应该是认识车爽的 那么能不能从她的口中 知道点什么呢 商铺老板说 视频中哭喊的女孩子是车爽的 因为朋友 当时也是她和车爽在一个酒店 随机记者找到了这名女子高倩 当时事发前 她正在厕所洗漱 听到了楼下一阵躁动 随机发现车爽坠楼了 对于车爽为什么会跳楼 高倩表示什么也不知道 高倩和车爽两个人 是发小 都是黑冷江人 两个人在一星期前 约定来到深圳考察一个项目 打算两天之后就各回各家 但是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来深圳是做什么的呀 打算 就是过来学习一下吧 就是想看一个项目 你俩是从很久之前就约好的过来吗 也就是提前约的吧 也没有很久吧 提前多久 提前能有 能有一个星期啊 车爽的坠楼时间 高倩什么线索也没提供 她似乎是因为伤心 不想回顾事发的经过 还是因为别的 这确实让人有点怀疑 这个时候派出所 给了黄碧龙一个说法 暂时可以排除人为的刑事案件 基本上就是意外 现在只能等待着车爽 醒来询问过程 黄碧龙拿出以前和妻子 一家人出去玩的照片 这张照片都象征着他们甜蜜的爱情 现在黄碧龙的内心十分的焦急 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醒来 黄碧龙没日没夜的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 一步也不敢离开 用一张闯电为铺 饿了就吃一桶方便面 不仅黄碧龙等着妻子醒来 在长沙的家中还有车爽的母亲和孩子在等着她 几年前两个女儿都来了长沙工作 留睡的老人也跟着过来了 几年过去了小两口还是租的粮食一厅 家里空到无比 没有一间像样的家具 此时的母亲悲从中来 无法想象女儿会变成这样 去深圳后母女俩也是密切的联系 无法想象一个这么善良的母亲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家里的两个孩子对母亲也是十分的思念 虽然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 但是家里摆的全都是玩具 巧两口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孩子 这个时候岳母拨通了黄碧龙的电话 黄碧龙不想告诉岳母 过多妻子的事情 不想让她担心 黄碧龙说自己无父无母是哥哥待大的 而妻子车爽和她的绅士相仿 两人在一起后一直彼此温暖 黄碧龙在家学校的食堂工作 这几年就靠着她那点微薄的工资养家糊控 现在发生了这件事 本来家庭条件就不好 现在黄碧龙也是东奔西跑 借亲戚的生活十分的困难 黄碧龙的哥哥表示 他们会想尽办法给地媳妇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 黄碧龙被医生叫过去 妻子经过多次的手术 已经奇迹般的从鬼门关走了出来 现在意识已经恢复了一些 黄碧龙实在等不及了 和妻子通了电话 后期经过几天的治疗 车爽的身体也逐渐的好转 那么她对之前的事情又能否记得清楚 她究竟是怎么坠楼的呢 记者着急地询问着 但是车爽说自己也不记得了 或许她也不愿意再回忆起那段不堪的往事 十几天过去了 黄碧龙看到乔碧的妻子十分的心疼 她选择不再追究妻子车爽坠楼的真相 她只希望妻子早而康复 现在她需要立马确定一件事情 因为她担心妻子会留下后遗症 治理受到影响 医生告诉她 现在只需要关注妻子日后的恢复情况 妻子的治理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随后黄碧龙打算让妻子和家里的孩子 岳母通视频电话 柳碧龙老人终于看到女儿手术后的样子 她开心地笑了 不停地对着女儿血汗问暖 黄碧龙也松了一口气 告诉岳母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用多少钱都会把妻子治好 岳母在家里照顾好两个孩子 黄碧龙还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等着妻子 前路漫漫 他们各司其职 一定会等来妻子康复的那天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